鲜花插在牛粪上的九位女星 各个貌美如花才华横溢 究竟是嫁给了爱情还是金钱 第九位 温碧霞 温碧霞相貌出众五官精致 凭借着傲人的身材和无限的风情 成为了性感的代名词 尤其是他饰演的打击 更是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美人 却选择嫁给了其貌不扬的何祖光 不过好在虽然对方长相不佳 却出身于名门望族 并拥有好几家公司 并且对待温碧霞也是无微不至 婚后温碧霞退出了充满是非的娱乐圈 虽然结婚多年都没有生育孩子 但何祖光依旧待他如初 直到2010年 两人才收养了一名孤儿 可以说温碧霞是真的嫁给了爱情 第八位 王燕 作为众人心中最经典的情哥哥 王燕长相温柔大方 演技也是出类拔萃 完全可以凭着自身的条件 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然而他却在年仅23岁时 嫁给了比自己大12岁的富豪王志才 而王志才不仅长相一言难尽 还离过婚 并且带着一个只比王燕小8岁的儿子 加入豪门之后 王燕也被传出多次被婆婆虐待 以及被继子欺负 之后王燕在生下自己的儿子之后 更是选择退出娱乐圈带孩子 但前几年却传出 王志才破产欠债几个亿的消息 而王燕为了还债 也不得不重出江湖 第七位 林青霞 作为曾经的东南亚第一美人 林青霞曾是几代人心中的诛杀志 除此之外 他在影视之外的人生也非常精彩 多年以来 他与三个男人分分合合 其中两位认识他时还都是有妇之妇 但在30岁之时 却结束了与秦汉秦霖的爱恨纠葛 转身嫁给了香港富商刑李然 这个男人虽然外貌丑陋 但却身家过异 婚后林青霞宣布西影 从此专心相赴教子 如今他们已经默默地走过了20多个春秋 而林青霞也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爱情传奇 第六位 蒋文丽 作为一名出色的实力派女演员 蒋文丽塑造过许多经典荧幕形象 就像是一束鲜花倾心而动人 她的才华和美貌也迷倒了无数观众 但面对众多高富帅的追求 蒋文丽丝毫没有心动 而是选择嫁给了其貌不扬的导演顾长卫 但婚后两人并没有相敬如宾 顾长卫虽然长相欠佳 但由于导演身份身边也是美女不断 多年时间里丈夫不断偷刑 各种传闻和风波不断 但蒋文丽却为了电影多次忍气吞声 这种畸形的婚姻也是令人唏嘘不已 第五位 陈亦涵 作为大家公正的氧气美女 陈亦涵虽然长相清准可爱 但却是一位实打实的女海王 据她自己透露很喜欢谈恋爱 光是交往过的男友就多达四十多位 虽然其中也不乏长相出众的高富帅 但没想到陈亦涵最终却选择了嫁给长相气质平凡的徐富翔 看到他老公的长相网上自动分了两集 一集说这是美女与野兽的结合题 另一集则认为徐富翔是老实人接盘 但实际上两人婚后生活非常幸福 陈亦涵也淡下了一儿一女 让一家四口更加完整 第四位 车晓 作为一位有名的新二代 车晓不仅演技出众 还有着令人难以忽视的美貌 但在2010年 他却选择了嫁给山西首富李赵慧 而这个李赵慧长得又胖又矮 和车晓站在一起 完全就是鲜花与牛粪的组合 虽然两人结婚时非常高调 但这段婚姻也仅仅维持了两年的时间 有传闻 离婚之后车晓得到了三个亿的分手费 但他本人也曾在采访中辟谣 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而之后李赵慧也败光了所有家产 还欠下了巨额债务至今下落不明 第三位 杨兰 作为中国著名主持人和记者 杨兰以其初衷的才华和气质 而被众多观众所喜爱 而他的丈夫吴征体重却重达两百多斤 虽然其长相和杨兰完全不搭 但却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电影制作人 婚后他们的夫妻搭档 在影视行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征逐渐成为了一位百亿富豪 而杨兰的身价也随之攀升 婚后他们又有一儿一女 婚姻生活也无边幸福美满 第二位 黎姿 在香港众多的美女明星中 黎姿绝对是最让人意难平的一位 本来以他的美貌和地位并不缺高富帅的追求 但没想到他居然在2008年的颁奖典礼上 宣布自己退出娱乐圈 之后转身嫁给了大自己15岁的残疾富豪男友马亭强 许多人并不理解他的做法 但实际上黎姿虽然也谈过几段恋爱 但接连几次都被辜负 唯有马亭强在其人生的低谷 给了他最重要的支持 即使经历风风雨雨也初心未改 婚后黎姿为马亭强生下了三个女儿 二人世界变成了五口之家 如今他们其乐融融幸福不已 第一位陈红 陈红在年轻时曾被誉为内地第一美女 他饰演的貂蝉至今仍是无可超越的经典 然而这样的美人却被传出 插足倪平和陈凯歌的恋爱 当年陈凯歌在为新电影风月选角的过程中 被陈红独特的气质吸引 而陈凯歌虽然长相一般 但却也充满了才华与智慧 两人不顾世俗的眼光走到了一起 之后陈红未婚闲运 陈凯歌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倪平 如今两人已经度过了数十个年头 他们的婚姻关系也成为了圈内的楷模